大家好,我是李老师 今天我们来聊一下动词加完了 我们都知道这个结构用来表示动作完成了 那今天李老师就用这个结构给大家讲一个故事 我和朋友去餐厅吃饭 我们点了很多菜 我吃饱了,不想再吃了 我就跟朋友说,我吃完了 朋友回答,你吃完了? 那我把剩下的菜也吃完了 这里吃完了有两个意思 第一个意思是表示吃饱了 第二个意思是表示菜没有了 故事没完哦 我朋友想玩会手机再回家 我跟他说,你玩完了吗? 他非常生气 因为玩完了有一个意思就是完蛋了 好了,你学完了吗?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